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背景书的频道 天气越来越冷了 冬天的时候 更要保持身体暖和 更不可以忽略运动 所以今天是一个全身性的拦指运动 今天的主肩休息内 我们不会停下来 会以开合跳的方式来调整呼吸 但是如果你真的喘不过气了 请遵循自己的身体随时停下 那在这之前 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顺便follow我的IG Let's get ready 今天总共有10种运动 会循环一次 每组15秒 中间休息开合跳15秒 简易版的则可以省去弹跳 以手脚开合来代替 那我们先暖身一下来做开合跳 第一个运动是站自交叉卷腹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抱头交叉卷腹 注意膝盖要高高抬起卷腹时 腹肌用力的几下 再来是站姿侧抬右脚 同样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左脚微微弯曲 膝盖不锁死 利用右侧腹肌侧边抬起右腿 同时吐气 放下实在吸气 那么俩基于吸气 推者换站自侧抬左腿 记得要配合呼吸 抬腿湿吐气 放下实习器 下一个是赞姿扭转腹肌 食指胶扣放在胸前 往一侧扭动腹部时 抬起一脚 让对边的手肘滑到大腿外侧 与交叉卷腹类似 但这个动作比起交叉卷腹的幅度来得大 再来一次反向弓箭步 先从左腿开始 右腿往后跨一步 挺胸蹲下 前脚膝盖不超过脚趾头 后脚膝盖不碰地 住息时间也不要停下来喔 慢慢调整呼吸 自换右腿的弓箭步 记得蹲下实习器 起身时吐气 现在站到瑜伽店的异端 双腿打开与肩同宽 双腿微微弯曲往前面跳一步 深蹲 再小碎步的倒退 并重复 做这个动作需要小心喔 不求快 接着双脚打开超过肩宽 来做侧蹲 侧蹲一腿后微微起身 滑到另一侧后蹲下 并重复 下一个是深蹲开合跳 身体迅速降下深蹲后 跳起双腿并龙停顿一下后 双腿再打开迅速的深蹲 以此类推 下来成平板支撑的动作 手刚好在肩膀的正下方 双腿向后放以后往左或往右跳 再跳回中间就像滑雪左右跳动的感觉 加油 今天的运动已经到一半啰 第二回合开始我们来重复站姿交叉卷腹 卷腹时吐气张开时吸气 第二回合开始我们来重复站姿交叉卷腹 卷腹时吐气张开时吸气 再来是站姿侧抬右腿 除了腰侧腹肌会使力之外 腿部及腿部也要收紧辅助抬腿哦 同样的动作我们换侧抬左腿 注意抬腿时脊椎跟背部与你的脖子 站着的一腿是保持中立一直线的 没有倾斜或歪倒 下一个是站姿扭转腹部 注意腹部需要持续发力来控制力道的扭转 要避免转过头而受伤 再来是反向弓箭步 蹲下直到前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后再起身 不要蹲得过低 加油我们今天还剩下三分钟的运动 别放弃 同样的反向弓箭步我们换另一腿 记得要调整呼吸 蹲下时吸气 起身时吐气 接着来做深蹲前跳 小心不要跳得太远以免受伤 简易版的可以省缺弹调 做深蹲就好 现在双腿打开超过肩宽来做左右滑动的侧蹲 注意全程腹肌核心都要收紧发力来保持平衡 倒数第二组运动是开合深蹲 加油你已经到这里了别放弃哦 今天最后一组运动是平板支撑滑雪跳 记得在往左往右和中间跳跃时腹肌核心要收紧发力来跳跃 下背才不会受伤 太棒了希望在做完这支爆汗运动以后你可以感到全身轻盈舒畅 请帮我按个赞加订阅 那我们下个运动见吧 bye by bwd6